推荐景点 收藏回忆 欢迎来到Gear Game藏金阁 我是考古Up John 1998年 Elf推出了大名鼎鼎的《一头三兄弟》系列第二章 臭作 这部作品可以说真正在中国玩家中引起了巨大反响 当时我身边很多人都是本座入坑 毕竟随着PC逐渐的进入普通家庭 Gear Game也开始慢慢被认知 故事说的是中年大叔一头臭作 冒名顶替电玩店认识的嘉藤成为了一间女子学院的宿舍管理员 在星期一的时候 她的身份就会被揭穿 而她就决定在剩下的一点时间里在宿舍里施展她的鬼畜美学 与贵族学校的大小姐们好好地探讨人生 因为前作的大获成功 口碑爆炸 臭作本身背负的压力其实相当大 相比于大哥一座巧妙运用鼠标 设置回馈系统 收集情报和道具 通过本格推理来推进剧情 臭作另辟蹊径 并没有在玩法上寻求突破 只是用最简单的安排行程表来推进故事 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了完善和拔高剧情上 这一次的故事开始直接用反派当男主 臭作形象几乎照搬前作 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 Elf要把坏人当到底了 上一次好歹还有小木剑太当救世主 这次我们的男主偷拍胁迫什么都来 黑暗拔作的气息简直扑面而来 绝部绣狼的画风非常实用有形 每个女主的美都各有千秋 性格各不相同 值得注意的是 她们的各自背景刻画的都相当好 连每个人的宿舍陈列都对应到各自性格和家庭背景 真的是细节之处兼用心 必须点赞 另外本作展现的就是一个成人世界的现实和冷酷 相信每个人在扮演臭作的时候 都时刻能体会到那种被狗眼看人低的感觉 更何况这些贵族大小姐 钢琴老师兼宿舍负责人南林香就很直白地说 我从来没把你当作一个同事 香之大小姐则永远是高高在上 意气指使把男主当用人一样呼来喝去 即便是家庭环境稍差的藤杰盟子 看似对男主还挺客气 其实也不过是很圆滑世故的希望得到一些方便 至于其他冷眼和假客气 无论从哪里都能感受得到 唯独那个叫高布惠里的女生不一样 高布惠里是那个时代艾尔夫社里和名则为杰成瑞穗并列的青春三女神之一 如果后二者都是因为又训染和初恋的感觉成为女神的话 高布惠里则完全是另一个维度的存在 臭作如果不进入基一线 那你只相当于玩了一个拔作 你对本作留下的印象肯定也只剩下各种下三滥手段和满嘴黄段子的老流氓 而进入李世界以后 剧情才得以完全展现和升华 关于人格二分善恶挣扎这些角度 探讨本作的内容网上多的是我懒得重复 很多人说高布惠里完成了人性救赎 帮助你战胜了内心的阴暗 我觉得这实在过于高屋见灵了 下面我说下我对本作升华主题的个人看法 首先臭作本人就是个彻头彻尾的社会底层 一把年纪的萎缩中年男 人生到了这个阶段 什么理想抱负已经离自己很远了 试想98年你即便还是翩翩少年 现在也年纪不小 是否也有臭作大叔彼时的感慨 人到中年人间冷暖你早已尝尽 相知这种大小姐男林乡这种恶童式的白眼 我们也已经受够 在内卷如丝的今日 躺平又是痴人说梦 那股戾气一直缠绕着心头挥之不去 而这时候你能把这些人踩在脚下扬眉吐气 填满自己欲望的沟壑 这是何其痛快的一件事 有几个人能抵挡得了这个诱惑 所以你一定会爱臭作 但问题来了 我们需要的是救赎吗 是要战胜自己的阴暗吗 我觉得不是 我们不过只是想找一个发泄的渠道 可以让自己在生活的重压之下喘口气 这才是问题的本质吧 因为在现实生活中 你根本就没有臭作这个机会 对吗 高步会里让我们知道 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一个情感的宣泄出口 而当这么一个人出现的时候 他就能成为你的女神 他会帮助你 慰藉你 给你信心赋予力量 把你的胸口力气 化成绕指柔情 也难怪当高步会里 在屏幕里伸出手 让你和他击掌约定 很多人都伸出自己的手 在屏幕上感受到了他的温暖 综上所述 臭作我给89分 表面是一个鬼畜拔作 把前作那个隐藏在心底的小恶魔 直接放到最大 在畅快的肆虐之后 让你明白制作人志田昌仁的利益和用心 强烈推荐给各位玩家 我不同意对本作主流的高步会里 救赎玩家这种哲学思辨方式 因为无论你什么年纪 身在哪里 面对生活的不容易 都会有很多负面情绪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阴暗面 这并不可耻 我们不需要被谁救赎 我想表达的只有一句话 高步会里的柔情 让我明白 我们都应当被温柔对待 因为每个人都渴望被爱 如果您喜欢这个节目 请一定要点击订阅打开小铃铛 给一个三连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